好像你口中所说的这些 那而 到底是不是你口中所说的这些呢 那我就要看你口中所说的那些东西 到底是什么来的 我要从你口中所说的那些东西去分析 这个就是哲学的作用 好了 但是分析到最后 我们会发现 都还是有一些和分析未必有直接关系的东西 就是有些和逻辑未必有直接关系的东西 就是怎么样 就是到最后这个态度 就是你接不接受你这个情况 因为有些人分析到最后 都仍然觉得很难接受 或者很痛苦等等 那我在这里先讲一个结论 就是下面那句话就是孔子讲的 论语的讲法 不怨天不友人 下学而上学之外 就是其天父 其实如果你看回先秦 孔子也好 孔子也好 孙子也好 其实他们处理的其中一个问题 都是一种 你可以说其实是一种智学辅导的问题 就是如果大胆一些这样讲 为什么呢 就是当然他们有很多 他们当时时代的问题 有政治的问题 有道德伦理的问题 有礼的问题 有礼的问题 但其实他们关心的 就算你说去到孙子讲 这个 就是他比较上 如果用一些新瑜伽的讲法 就是他比较上 不是很强调主体性 就是比较强调 怎么用那个认知心去把握这个礼 但其实他们到最后都是关心的东西 就是人性 到底是什么 还有人性的流露 或者那个情感的表现 到底应该是用一套 怎样的方式他表现出来是最好的 人与人之间的那个关系 或者那个交流 怎样才是最好的 所以 其实这一套想法到现在 如果还是有这些意思的话 其实你可以说 可以博上一个哲学辅导的传统 其实我们都是在讨论 怎样去搜一套礼 只不过那套礼 就不是说 你看到老师就45度鞠躬那套 就是那套礼 就是说人与人之间 怎样去维持一种 适当的情感表达的关系 那 其实这些是我想说的 那 如果我 借了两分钟给我 那 就是很快地说 其实跟随来我想说 那些比较知恶的东西 刚才有说过 丧亲 有说过失戀 那其实 另外有一种的逆境 我会觉得比较上 常遇见的 也不是那么容易处理的 就是人制的冲突 因为这个经常都会遇到的 不只是说你工作 工作那里更加多 因为涉及到很多利害冲突 那 人制冲突其实是很多时候 会令到我们觉得很逆境 那就是想和大家分享一段很长的说话 那就是万之说的这番说话 这番说话其实是想说的 就是 我也说过 其实这方面的想法 论语也好 瑜伽也好 道家 佛家 甚至基督教 我觉得有很多地方是相通的 譬如说道家 庄子都会说的 就是一个神人的境界是怎样的 就是这个定乎内外之分 便乎荣辱之境 其实就类至于现在这里的说法 就是怎样呢 就是万之说 君子呢 就是以人传心 以礼传心 大概的意思就是 就是我要 就是将内心里面的人 将他实验出来 就是放在心里面 就是要守礼 好了 那接下来就有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我又做到爱人 又做到惊人 又做到惊人 就是能够将人和礼实验出来 但是呢 仍然是有些人对我不好 就是中间那种 期待我以横逆 就是如果有人对我不好 我相信其实 这样讲起来 好像很无聊 但是其实 具外的了解 很多时候我们的烦恼 都是来自这些 其实 就是人生的烦恼 不外乎都是 觉得老闆对自己不好 或者是某个朋友 对自己太挑剔 等等 或者自己太太不爱 自己等等 那四天我 就是太稀里线 那就是 期待我以横逆 他对我不好 好了 君子自然 就会反省 就是怎么样 我一定是不够人了 一定是没有守礼了 如果不是 怎会这样 是吧 好了 他反省了 到底我是不是 没有爱心呢 不够人呢 咦 不是哦 其实我也有些爱心了 而且我也能够实现出来 那他又再反省了 我必不忠 我一定是不够守礼 或者是不能够 不能够 唱那个 神经 就是对其他人的神经 或者对自己的神经 实现出来 好了 他反省过 改过他自己 但是呢 其横 亦由是 如果 那个人对自己 都仍然是这么差的话 那君子会说一番 很晦气的说话 大家听一听 就是这个人 就是 这个人 都是很怪 这个人 此亦罔人也有意义 如此之 要禽獸 携摘灾 就是这个人 和禽獸 分别 于禽獸 又何难言 就是 对着这只禽獸 又何必杂烂他呢 好了 我这样说 是夸张的 纯粹 大家一笑 当然万之的语气 不是我这样 而且他的意思 也不是这样 他的意思是想说 如果 如果 人对我不好 而我又发觉 大概 从各种客观的事实去推测 他真的 对我没什么善意 甚至乎 可能他真的 是想 如何侵害我 就算是这样也好 我是不是应该很痛苦呢 或者我是不是应该反击呢 都不是 孟子就会说 其实我反省完之后 就会发觉 咦不是啊 其实他只不过是 所谓人禽之变 大家要明白 在孟子里面说 人禽之变 我不是说 你是禽獸 所以你没有道德 所以我就 不管你了 不是这样的意思 人禽之变 其实是说 每一个人都是人 每一个人都有本性 本心 善良的本心 所以 虽然 我不会对着一只狗 就是我不会对着一只狗 说 你真是禽獸 我对着人说 你真是一个禽獸 所以人禽之变 用在人上面 不是用在狗上面 不是用在禽獸上面 所以我叫得你做禽獸 其实我在做一个价值判断 多过一个事实判断 行不行 其实我在价值上判断 其实你有本心的 其实你知道什么是好 什么是不好的 其实你知道你这样做 是伤害我的 不过 你仍然要伤害我 你仍然没有将内心这种人的价值实现出来 我就会说 咦 其实你和禽獸很分 当然这个和禽獸没有分 你这个可以再继续 用哲学的分析去分析 因为禽獸是否这样 禽獸应该不是这样 禽獸是爱着本能去做的 所以就算禽獸 如何到处刹人放火也好 你都不会在道德上去谴责一只禽獸 你只会在道德上去谴责 所以你说 他想不通 其实意思就是他未成熟 他作为一个人来说 他未成熟 他有些事情想不通 或者他修认得不好 所以这个时候 我何必这么怪他呢 有何懒言 其实意思就是我何必怪他 所以你可以说 如果你不客气 他都将自己置于一个道德的高地 对不对 然后呢 将那些对他不好的那些人 就全部当是臭死 你的修养不好 不用理你 当然 不是 我越讲越不好 其实意思就是 不是一定是这样 意思 如果在辅导的角度来说 就是说 你首先要明白 你自己个人的责任在哪里 他的责任在哪里 因为有些事情我们不能改变 比如说 你在想到底 你是不是要退出这份工 如果你老板对你很差 又或者是 根本他没有想升你 或者他对你已经有很坏的印象 但是呢 你又衡量过各种的情况 你又不退出一份工 我暂时 可能你还要生活 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做呢 你是不是 他仍然是屈屈寡官 把那样东西收在心里面 但是有办法 看到他明明是咬牙齿齿 但是要蛤笑 还是怎样呢 孟子的说法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在这里说 君子 就是 无一朝之患 君子有终身之忧 无一朝之患 其实他的意思就是 君子是有些忧 忧虑的 但他的忧虑就是忧这个度 所以说简单一点就是 人生是一个修道的过程 人生是一个修道的过程 修养自己的过程 所以你说 遇到疫情 是不是很痛苦啊 或者是否觉得自己很差 或者是很惨 其实我们可以想 这个是没有修养的机会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会遇到问题 会觉得很痛苦 其实我觉得其中一样东西 刚才 港姐也有提到 不好意思 再借大家一分钟 就是 佛家会说 那个《战如经》 其实刚才那个《战如经》 很吸引了我 彪叔说的《战如经》 就是佛家 他会说 因为我后面也想说 但没时间而已 那 就 《战如经》 就会说 有些事情我们不要想了 就是说 到底为什么会这么痛苦啊 就是那个《战》在哪射来的 谁射我啊 是吧 这些不要想了 这些是气论来的 佛是不回答的 但是 我会这样想 就是 一个人之所以被他的遭遇 或者被他的逆境 搞到那么痛苦 或者烦恼 很多时候反而是一种 仁仁上的信念 驱使到他那么烦恼 就是说 喂 我个人做得那么好 为什么你还会遇到那么 什么呢 因为我听过 有个师弟就是这么说 就是说 喂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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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